各位 就是说 有机会的话 那我自己下学起了一门课 就在谈环境保护政策 我来先邀约一下 有没有可能到学下来 来跟我们同学们 做一个比较详尽 比较没有时间限制的 这样子的一个演讲 那谢谢 那我想这个邀约大概 重点在意就是 我要凸显第一件事 是环境教育的重要性 环境教育的重要性 那刚刚提到的 这个所谓天使地利人和 这里面真的需要很多 大家帮助 我先抛钻引环 先谈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等一下可能需要各位 这个前辈 针对这个国防的 反国防的议题里面 我们到底吸取到多少经验 这些经验 然后台湾是不是就没有 环境保护议题 或者是没有类似的 不要忘记了 八清没建成 一清二清已经被取代 但实际上在运作的 马上要考验的就是 后进地区的 这一个五清的 这一个所谓的 这一个所谓 停止生产的一个议题 所以以后 我相信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实际上 它自行能力可能还有限 但是 需要的就是很多 像我这样的MPO MPO可以做什么 MPO可以要做到 是议题的创造 然后创新观念的引进 所以 这里面集结起来 包含比如说 我像天使第一人和 就是说 如果没有 牛教授的提议 没有这个陈宝郎 董事长 刚好这样子 接纳了 把整个这个 这个场地的 这个位置 重新划定 我们没有办法 因错阳差的去集结到 这么多 在地的力量 让他自己本身的利益 跟他对于 环境跟有序的议题 结了起来之后 的强大的反应力 那我要讲的是说 这整个里面 我是觉得有一些经验 但也有一些 有一些可能可以 再延续讨论的 这些地方 包含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个 政策后续的走向 刚刚最后提到 就是说 这个马来西亚的建厂问题 我自己有个学生 来台湾读书 回去马来西亚之后 也持续投入 他一直来跟我更新 这方面的讯息 那在马来西亚 边加南的这个地方 实际上他已经成立了 一个石化专区 不只台湾的国光石化进去 这些各国 很多的石化公司都进去 那我自己在想一个议题 就是说 台湾花了这么多时间 把这样子 我们认为 比较不适合 永续发展的这个产业 似乎某种程度 想要去做一个结构 那我们也看到 很多国家的力量 投入战争里面 去做参与 我们也看到很多 甚至是先进国家 在去做一种所谓的 这个太空科技计划的时候 一直在思考 就是说 怎么去发现 所谓生命需要的 这个基本元素 那我认为 就是从雨局去发现 为什么这么庞大的投资 作为一个政府的主体 不去思考 就是说 去采纳MPO的意见 就是说 MPO实际上不在反经济 MPO实际上是在 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要告诉这些政府 就是说 这么大的公共资源 应该放在哪一边 做什么样的侦配 比较有效益 往外去扩展 但是为什么不用一定的比例 或者更大的力量 放到这一个 我们自己已经熟悉 而且能够掌握了这个地球 去做一种永续的关怀 那这个是我 自己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政府的政策 需要去做检讨 那国际的连结 这一块我认为 就是说 在马来西亚你看 这个历程里面 我们发现一个可行的地方 台湾做了这么多努力 有这些人的投入 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 环境的悲剧 可以某种程度的 去做一种阻止 可是在同样 马来西亚 它的环保标准是怎么样 它的民众 是不是需求都不存在 存在 可是他们 在这个结构底下 却没有办法 能够得到 平等的这个 环境权的对待 所以我想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分享 那这里面 有包含很多政策行动 后续关怀 那 还有很多 各位先进行 对于这一个 反国光实话 这个整个活动 跟团体成员里面 里面的点点滴滴 细节 关键的这个事件 到底是怎么样去集结力量 或者是做一些策略规划 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开始 有限的时间 开放给各位 可以来表示您的意见 是不是